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放假期间高兴 放假之前有一关是比较难过的 放假之前总是要考试的 当然上学不考试怎么办 陆陆续续考下来这么多年上学的经验 孩子们也就习惯了 但是也都非常重视 一说到考试实际上按咱们中国来说 学生期间最重要的一个考试 那就莫过于是高考 高考没有人不重视 不单学生重视 家长也重视 不单家长重视 亲戚朋友也重视 街坊邻居也重视 那几天整个全民就进入了一个高考模式 大家都围绕着这些高考的孩子们来转 这个茶余饭后啊 言谈话语啊 说话聊天啊 也经常是围绕着高考的话题来进行 来展开 就那段时间新鲜事出多了 数不胜数 但是啊 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甭管高考期间出什么新鲜事 也总归跑不出去这么个套路 就说这么几条吧 哪几条啊 咱们挨个说啊 第一 高考期间 肯定 全国范围内有地方下雨 说这太巧了 这怎么 因为什么呀 凭什么这几天就下雨啊 后来人家专业方面的 包括学校地理的老师 人给出来一个科学的这么一个答案 人家说呀 这个中国呀 整体处于季风气候 季风气候怎么个气候呢 就是一到六月 咱们中国呀 从海上往内陆刮风 按中国说就要刮东南风啊 从海上往内陆刮 造成气流啊 空气啊 这么个影响 所以下雨啊 是正常的 说全国大部地区 有降雨 这个阶段 是正常现象啊 当然 专家这么说 民间人家 不这么说 啊 他们自己总结出一个 比较灵异的这么一现象 啊 他们按这种说法说 怎么个说法呢 你说中国文化呀 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这个天上有什么 地上有什么 相上也有这么一个 天上有什么 人身上就有什么 所谓天人合一 人和大自然 必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啊 有一些天人感应 这个科学是解释不了的 但是中国文化讲究这个 这个是有的啊 这天人合一爱高考什么事 您想啊 高考期间得有多少学生啊 学生这种情绪紧张啊 备战状态啊 也加上所有人都重视 一家子 你想父母 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舅舅舅妈叔叔姨 婶儿 喝全来了 只要有一个考生 大伙都非常关心啊 造成一个地区 好几百万人 大面积的人群情绪波动 这种波动 给老天爷造成一种天人感应 老天爷也情绪受到一定影响 就产生一定变化 导致下雨 人这种说法也是这么一条线 你就这么听着呗 这种想法都让我想起来 这个 咱们中国八十年代 有这么一段时间是气宫热啊 有的时候就靠气啊 实际上说就是一种心灵感应 或者是情绪控制啊 造成我想让哪方面起什么变化 就起什么变化 有的人就特别信这个 专门请的这个气宫大师 所谓的到那美国大使馆门口 天天冲着美国大使馆里边发工 干嘛呀 说我这老去美国 老办不下签证来 是吧 你给我发不工 导致那签证官 情绪产生波动 思想产生变化 我进去签证就没准就签下来了 嗨 咱不知道真的假的啊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签下来的 反正 说到这儿了就有点玄乎了 是吧 就是那种说法 就让我想起这么一段时间来 这是有这么一个模式 肯定得有地方下雨 第二个呢 出的那个新鲜事呢 就是肯定在这阶段 得有这个忘带准考证的 坐错车的 走错考场的 说了归旗吧 就是得有这么几个糊涂的 这个不知道奔哪去的 咱也不知道是真糊涂啊 还是学懵了呀 还是头几天用功 把自个的精力全都投入到学习当中 生活当中的事就一切都模糊了 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 肯定得有这么几位 这怎么办呢 一般的宣传媒体上 给出来的这个解决方式 也出不了这么几个这个模式 肯定是警察叔叔嘛 发现这个要不就报警 要不这孩子跟这急的怎么回事啊 让警察看见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呦说着哎呦警察同志赶紧 要不就骑着警车那摩托车啊 要不就开着汽车给他送到指定考场 那我记得这里有过报道啊 17年在重庆 有这么十几个学生准考证忘带了 这老师啊 就为了让这学生啊 离学校离考场近 老师带着那么十几个学生 住在离考场很近的酒店 结果出发的时候呢 这老师犯糊涂了 没给学生带准考证 好家伙 这老师得负多的责任 十几个学生 那说严重点 这一辈子的前程 重要的转折点 就让你给耽误了 那这责任大了 老师受不了了 赶紧报了警 求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骑着摩托车 正好在这个上班的高峰啊 呼一路违反交通规则 这个风驰电车 穿梭在各大那个汽车之间 最后跑到这个酒店 给这十几个学生 把准考证取回来了 你说这个中规算是考上了 这还不错 没耽误事 再有第三个小模式是什么呢 第三条 这高考期间呀 准有这么几拨家长 掀起一小股 封建迷信的小活动 小高潮 怎么叫封建迷信 你想 孩子在里边考试 我在门口等着 我这一点帮不上忙 不太好 人想出来了 我是不是是拜拜佛去呀 我求求菩萨 有的那就 我去求个福 这佛家的 道家的都想到了 我去求个福 弄个福保佑我们孩子 考试成绩好 后来有人说 你这太概念化了 你考试文取星 对吧 你得拜孔圣人 孔圣人是咱们中国的低祖 有的人就听了 到考试之前 带着孩子 就拜孔庙 给孔圣人上香 保佑我们孩子能考个好成绩 后来有的家长又说 你们这个不行 这开始就出主意了 说怎么不行 这孔圣人都不成 说孔圣人 是行 他也只管一半 你说你们孩子考文科 考语文 孔圣人拜一拜 文采好一点 作文写的分高一点 是吧 但是你说 孔圣人会 A方加B方 等于多少 XY 这孔圣人知道吗 他说这个还真未见得知道 说物理 化学 英语 这孔圣人都懂吗 这没想到 这孔圣人肯定不会英语 那怎么办 那就是不还得拜拜牛顿去 咱们给达尔文上上香 爱恩斯坦 咱们也给拜一拜 这就多了 这想起来外国的科学家了 不知道拜谁了 反正出什么招的都有 想什么辙的都有 还有就老年间 那个传统也翻出来了 早上给孩子吃猪蹄 吃猪蹄干嘛 大早上起来多腻 有讲究 叫做猪蹄蹄鸣 那时候判卷都用红蹄 猪杀 猪蹄 猪蹄 蹄蹄 蹄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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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吃猪蹄 这是一个好征兆 是个好踩头 不单这样 孩子进去考试去了 作为家长这一天 穿的也不能随便 不能穿普通的制服 衬衫 什么这都不成 你当妈妈的 得穿旗袍 为什么穿旗袍呢 叫旗开得胜 这父亲呢 当爸爸的呢 得穿马褂 为什么穿马褂呢 叫马到成功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挺好 不行 怎么还不行啊 说这个颜色也得讲究 怎么讲究啊 第一天呀 这得穿红色的 红色的干嘛呀 象征着开门红啊 孩子考试第一天开门红 当天就考出一好成绩了 是吧 第二天呢 就得穿绿的了 怎么穿绿的 一路顺啊 走哪都是绿灯 没有红灯了 没有磕磕绊绊了 还有呢 这个家长逛穿也不成 孩子这鞋 也得穿 穿耐克 干嘛穿耐克啊 你想啊 耐克那标是对勾啊 穿这个讨个吉利啊 啊做什么老师都打对勾 反正就乱了 当天呀 是全民跟着起哄 都是高考这点事 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到最后指不定想出什么主意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算上今年 咱们高考的历史啊 已经有58年了 这年头可不少了 自从1949年以前啊 大学都是自己招生 考试的这个方式 都是每个大学 自己出题 自己招生 啊 您比如说 我想考北大 那好啊 您就直接上北大 啊 找北大的那个校址 到人家校园里边 人家学校 给您这个题目 给您这个考试 这个试卷 是人家北大出的题 啊 您要想考清华 那您上清华考去 啊 您要说 北大清华 我都考完了 我再想来第三志愿 我想抱一附带 那对不起了 坐火车上上海 去附带校区里考 到1950年和1951年 这两年呢 改了 为了减轻的学生的负担啊 这国家开始实行 这个叫统一地区高校联合考试 联合招生 全国就一张试卷 无论谁都考着一张卷子 你说我是文科的 文科也这个 啊 理科理科也是这张卷子 啊 科目和内容都一样 考试总共啊 分三天 时间定在八月份 八月份的15号 16号 17号啊 那像八月了吗 也立秋了 是吧 天气也转凉了 嗯 秋高气爽 考试也比较 心情舒畅 身体方面也不是太燥太热了 哎 这三天 每天上下午各考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每次得打两张卷子 啊 都多少卷子 您讲 无认算啊 15号 16号 两天 总共要考国文 数学 化学 中外历史 地理 物理 政治 生物 和外语 分八门 啊 17号 还有个家事 八张卷子 四文四礼 啊 报考文科的学生呢 文科的成绩 应该在60% 理科的成绩 应该在占40% 然后加起来 算总分 报考理科的呢 就理科的卷子 占60% 文科的占40% 就是那时候直到1965年 这中间呢 断了12年 啊 我就甭提因为什么了 大家伙都心里都明白 是吧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嗯 那时候就断了 又过了整整12年 1977年吧 1977年的高考 哎呦 那年时间挺紧的 10月21号宣布恢复高考 12月15号 紧跟着就开考了 大冷天考啊 而且 这也是咱中国 历时一来 咱们读一份 冬天考 以后 高考时间 啊 这个差不多就基本固定在 每年的7月7号 8号 9号 这三天 那又是热天了 嗯 所以呢 每次考试的时候 中暑的呀 呃 这个这个这个 呕吐啊 这种炎热呀 这种反应给这个考试的孩子们带来不少这个困难 那老有听说考试中间哎呦中暑了 不行了 或者头天热的睡不着觉 第二天在考场上睡了的那是经常听说 嗯 所以现在说年龄在30多岁往上的那时候上大学的这些人们脑子里都有一印象 那时候叫黑七月 怎么叫黑七月就是七月份考试那几天 那是最难过的 嗯 又得备战 啊 又得 这个对付这个酷熟 哎呀 这个精神 肉体 两折磨 嗯 叫黑七月 后来2003年因为大伙普遍反应这是七月份太热了 他不能这样 本来孩子们就不容易还给搁的这么热天啊 这2003年改了高考往前提了一个月 六月了啊 咱现在这月份呗 现在六月也不凉快了 随着气温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 这个趋势这六月份也不凉快了 我估计随着这个再变化变化 是不是就有个黑五月黑四月了也都说不好 反正现在是往前提了一个月 现在每年的高考是六月份啊 马上 孩子们就该面临高考了 哎呀 这种考试确实是孩子们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一个点 在这个阶段上 社会当中所有的这个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 基本上都围绕着高考的题目啊 你就说跟这再没关系呢啊 我也不考试 家里也没孩子考试啊 我跟这什么都关系都没有 那聊天的时候也得问问考完了 哎 今年这个作文什么题目啊 哎 作文什么题目说说 哎 他也得打听打听 后来我也摸出这心理了 他干嘛打听作文什么题目 第一 聊天的时候有话题 大家会都能聊啊 第二 基本上咱们学这些基础知识啊 到了一定的年龄 一步入社会一进入工作啊 干几年 这些基础知识就都还给老师了 自己不记得什么了啊 可能也就 百以内的加减法啊 可能还能平常用着点 剩下的也不知道了 都忘了 包括英语 可能也就知道个ABCD啊 剩下就是勾圈K尖了 那就不 根本就不会了 也就作文还能有点共同话语 是吧 聊天的时候你去什么题目啊 哎 什么什么题目 嗨 这题目好做 是吧 我那什么把那些事写上 把那些事写上 他还能说一说 有这么句话吗 就中在掺和吗 甭管怎么着 现在热门话题 我也得说两句 哎呀 这五十多年呢 啊 这个其实最值得说的 还是作文 就这个作文的话题呀 就今年什么题目 这些写的好的孩子们 都是怎么写的 我看过几篇 那确实是好 那有的孩子真是有学问 引经据典 前几年我记着有一个就 用文言文 试图骂之死 哎 那我印象非常深 写的特别好 后来就这个语不惊人 死不休啊 这一定要博得这个 乐卷老师的这个眼球啊 啊 文言文 这火了就都用文言文 这位就 不落俗套 这不新鲜了 我用甲骨文写一篇 呵 这多显能的呀 啊 结果用甲骨文写一篇 老师没看懂 直接就给一部及格 嗯 那最后还是有懂的吧 反正甭管怎么说 学生们也是绞尽了脑汁 用尽了各种心思 来完成这诗卷 完成这作文啊 每年这作文的题目啊 也是特别想引人关注的 也引起一部分人就压题 今年咱们看看啊 啊 这个是什么文章啊 什么类型 什么题目 什么走向 咱们压压题 嗯 每年都有一拨人干这个 这个不知道今年怎么样 有没有压题的 有没有几个朋友一块猜一猜的 如果真有 您可以跟我们栏目组联系一下 看看您压中没压中 到时候我可以串动串动 我们栏目组 如果是要压中了 我们有点小的奖励刺激 咱们也玩一玩 您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